伦桑小姐 詞曲 李宗盛 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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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 李宗盛 芬華四季 燈紅酒綠 抬眼望如人间陷进 起风呼吁 无路寻觅 满心闻是人生间心 高楼如雨 向着美女 回头看那一只蚂蚁 世态也凉 世态也凉 不哭灵笔 但嘎后再坠出海底 你的容颜已久 你的真情满流 你的真情满流 你我想见识了 别遗憾 只为穷良心平安 你的容颜已久 你的真情满流 你我想见识了 别遗憾 你的容颜已久 你的真情满流 你我想见识了 别遗憾 只为穷良心平安 你考太远 想我的巨虫 优优 coraz偏心 一些语理 你也有想见识了 这个方面 是芳华吗 马修 马修先生 虽然我有把柄在你的手上 你也不要把我当成 二十四小时的提款银行 陪我喝一杯怎么样 这里调制的马丁尼 非常有劲 你别以为可以 无休止地敲诈我 华爷的账目上 最近亏空严重 囤积的水泥 就亏空了一个大洞 如果不及时补上 韩斯先生迟早 要发现我们挪用的款项 威廉你放心吧 我现在有一个非常周全的计划 可以画案为名 把韩斯也拉进来 我的计划完全可以让我们日进斗金 问题有这么严重吗 的确 营业额持续下降 水泥亏损的缺口又太大 加上回购股价的资金 全被套牢 一时回不来呀 这样下去的话 亏损会像滚雪球越滚越大 你们说我怎么向总公司交代 除非在短期内补上缺口增加进账 请问如何补缺口 从哪里进账 而且是在短期内 你说 我倒有个想法 我们进股市炒作 回购花叶股票的阵仗要做大 造成花叶行情反弹上涨的风潮 赚够了马上就抛出 可以说是一本万利 买空买空 也可以这么说 我看不下猛药 很难救得了花叶 你觉得怎么样 人为炒作的行情 确实在短期内有机可乘 但是没有基本支撑面 如果造成了疯狂的购买潮 一旦控制不好 我怕很难收场啊 没有别的办法了 我们总不能坐以待毙吧 也许真能杀出一条血路来 下个月汉堡董事局的稽查员 赵冠丽要来查账了 那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 马修 我为什么一直能容忍你的愚蠢 就是因为你血液里的野性 骨子里的胆大妄为 到了非常时刻 就能派上用场 我还自行 卫廉我同意马修的建议 立即造成大局收购花叶股票的假象 炒热花叶股行情 我们进场翻几番 尽快把彗孙补上 可是 卫廉你是老手 先挤点小缝小辣 我想起你有能力控制得住 马修 我们这次炒股的事 无论如何不要告诉伊瓦 伊瓦肯定会不甘寂寞 他只要闻到钱的气味 就不会放弃 他会跑来凑热呢 好啊 只要不让他知道底细 就怕没人来凑热呢 你说呢 对 文老板 你好你好 真是有惊无险啊 损失怎么样 大不大啊 这件事的幕后主使人是谁啊 查到了吗 来 各位老板 先请坐吧 先请坐 来 坐下喝杯 待会儿再坐 上茶 来喽 来 各位 红叶以茶代酒 先多谢各位所代表的银行 对领南大世界的支持 现在市政厅和公务局 以责令寻补房 加紧调查这起爆炸 我想很快就会有结果了 至于损失 伤不到华野的筋骨 各位请放心 我们的工期啊 一点都没有延误啊 今天请各位来呢 主要是想和大家商量一下 关于下一期的贷款 是啊 这工程一动 那钱是哗哗的往外流啊 文老板把我们渣打银行的第一期贷款 已经是满额提领了 我们老板的意思是呢 先等三个月 等第一期的合约到期了 再说下一步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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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能不能通融一下呢 快点 快点 是哪呀 真的假的 我看看 这些人干什么呢 隔壁市 股市的号子 这些啊 都是炒股的股民 这几天啊 有几只股票飙涨得非常离谱 最厉害的就是 花椰洋行的股价 是 汗四大班一定趁着 这波水涨船高 赚的盆满波吧 我有件事想请教一下 喂 文老板 他他不在啊 有什么事我替你转告好了 好 不好意思啊 拜拜 红爷 又是催要工程款的 原本以为 动土开工 就万事大吉 谁知道一开工 也开了花钱的口 资金再不进来 就周转不开了 上哪去找资金呀 你也不是没看见 刚才那些银行大爷的嘴里 一场爆炸就吓破了他们的胆 怕我半途而废 亏了他们的老本 哎 要不 去找白鹅翻驳一把剑 那不是羊肉虎口 那总得想办法才行啊 要不 这马上就要停工了 我过关斩将都走到这一步了 我就不相信 会在周转金上前功尽弃 好 就放手一博 怎么博 你学了点石成金练金术啊 被你猜中了 这个牛皮可吹不得 你刚才没有听那些银行大员们说 现在赚钱最快的地方 就是股市 玩股票 对 而且只玩花椰的股票 你会吗 你不跳进水里面去 又怎能学会游泳 行目点胆大心细 我们先在花椰后院放一把火虚晃一招 就像孔明的草船借鉴 草船借鉴 另外 马上帮我约那些报纸杂志的记者来吃饭 我要好好地跟他们聊聊爆炸案 借他们的笔 帮这些银行的老板开一集定心丸 大佬 你越来越有大老板的气势了 接到你的电话 我高兴得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你饶恕我了 肉麻的话你还是留着待会再说吧 我听说花椰股票最近有异常的波动 你是不是有一些内线的消息可以告诉我呀 这有关公司内部的运作 我不方便透露 你可真会为你的老板保密啊亲爱的 那么我问问你你是跟你的老板亲 还是跟我亲呢 那么我们两个之间还有什么秘密可言吗 算了你不说我到别处也打听得到 那你不能传出去 既然你这么为难那就别说了 真的 这一次可是我捞上一大笔钱的好机会呀 亲爱的你想利用炒作花椰股票来捞一笔 这样对汉斯先生太不公平了吧 我为了他可是在水泥生意上亏了一大笔 难道我就不应该抽他的一些作为给我自己的补偿吗 应该应该 我找花椰股的事不要告诉汉斯 我明白 嗯 来 各首 通通都要 买花叶股这次赢定了 看着就跟他们一样 这几年你们都要假装抢购花叶股票 买得越多越好 越热能越好 听见了 快去呀 好好好 好 红叶 你别发昏了 花叶的股票今年大成了几天 我这个外行人都看出风险了 你还大笔买进 小心血本无归呀 你看看 这是最近这几天 我买件花叶的股票 盈利翻了好几番 这才叫日进抖金 难怪股市能够吸引这么多人 不顾一切地跳进去 那明天万一不涨反跌 你怎么办 我查过了 花叶这种涨势 肯定是花叶公司自己从中炒作 只要谁能够把握在最高点放过 谁就稳赚不赔 天知道什么时候是最高点呀 你觉得这么好的赚钱机会 一万夫人会白白翻锅吗 那个贪心的翻婆 肯定早就张开血盆大口了 一万夫人财大气粗 只要她一进场 肯定会掀起又一波的掌势 我就在那个时机放空出手 沉住气 赶快给我进花叶股票买进 股市真是神奇的炼金厂 才短短不到几天我们进账的数目 比一个月的营业额还可观 韩斯先生的私人户头也有进账吧 我只是顺应潮流小玩的鸡吧 你一向在股市玩得得心应手 这次也赚足了吧 我 我只是意思意思 赚了点零花钱 那些股民真好骗 什么事不明就理 就一窝蜂的凑热闹 我除了放风声之外 也雇了一批人 每天到耗子里去排队 哄台抢购 搞得跟真的似的 放心吧 今天花叶股价肯定还能再掀起一波高行情 以往这女人也没闲着吧 她呀像一头贪心的河马张大了嘴巴 恨不得把花叶股票全吞进她肚子里 而且她还以为你现在蒙在鼓里呢 我早就料到 她的贪心会帮我的大忙 再等一等我们悄悄退场 让她一个人独成局面 我看她还狂不狂得起来 韩斯先生 花叶股票正在水涨船高 我们现在退场 真是太可惜了 不要太贪心了 一瓦不是省油的灯 万一她察觉花叶行情是人为炒作 我们想退就来不及了 韩斯先生 怎么样威脸 今天花叶行情又大涨了吧 今天一开盘 有个不知名的大货大笔抛出花叶股 引起连锁反应 耗子里大恐慌啊 花叶股一泄千里不可收拾 马修 来不及了 我刚挂掉电话 挂单卖出的人 击破了耗子 来不及出京存货了 谢的 这个不知名的大货是谁 搞得我们措手不及 以往 不可能 她昨天晚上还说 今天要加麻卖进呢 威脸 我们损失有多严重 并败如山倒 投进去的资金 投进去的资金 就算有机会认赔抛出 那也只剩下灵筹了 我见鬼 我见鬼 见鬼 在一会儿的时间 怎么会变成这样 真是活见鬼 故事就是难以琢磨的怪物 一席之间 能把人抬上云端 也能把人摔下深渊哪 威脸 你为什么没有预先评估到 故事会出现今天的状况 马修 你想撇清责任 这个炒作故事的计划 是你提议的 我只是提议 具体执行的 可是你这个乡里 你 韩四先生 你给评评理 行了 亲爱的威脸 我太相信你 能够控制的主故事的局面 可你呢 你太让我失望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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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锅都卖不出去 给我炮 就算是一毛钱一锅 也都给我炮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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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老雯 大老雯 你可真够厉害的 算得真准 你刚全部掏出 花园股票就狂跌 现在几乎成了一张废纸 耗嘴人心惶惶 连带整个股市都快崩盘了 孔明的妙计真管用 我的草船已经满载而归了 幸好你不贪心 退得快 不然九成九被拖累的破产票楼了 不过股票这东西真是来得快 去得也快 以后还是不碰为妙 哼 回来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是因为有一个神秘大户 把花椰的股票全部抛空 才引起了这次股市恐慌 争相抛售 连带整个股市崩盘 那个大户不就是你吗 原来这样就能在股市行风作浪 我完全没有想到 还以为你学到了门道 以为你在花椰后院 放了一把火 你看看 被这一把火烧得哭爹叫娘 家破人亡的 还有多少倒霉蛋啊 怎么会这样 这不是我的本意 怎么会这样呢 这 你就别良心过不去了 股市跟赌场一样 有胆子进来的 就得愿赌服输 这也怪不得你 有没有什么补救的办法 来不及了 就算你现在不顾一切地 跳进你自己放的这场火里 烧成灰 也晚了 总而言之呢 吐血的也吐了 投水的也投了 你无力回天了 大老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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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顾一样 有钱 快死了 子 死了 其胜 ses 卸 打 人不顾的 吃人不顾的 四人不顾的 库 咱们 这是害人之 那 走 宋先生 你这是 我正好有事找你 我想请教你 闻老板 你的霸气和从容 到哪里去了 这股市真的能要人命吗 我是说 如果大笔资金进出股市的话 是不是会牵连很多人呢 原来 那位不知名的大户是你 这次股市的崩盘 是你嚼起来的 我想是的 哎呀 你终究 还是懵懂无知啊 你玩火 又不懂得火性 你放火 又无法控制火势 你已烧毁了多少无辜的股民啊 可是我 我告诉你 我交往多年的老朋友 好几个已经跳进了白鹅潭 他们留下了一家子 无人照顾我 原来你是祸首啊 我真的没有料到会搞成这样的 我也是被逼急地采训人家搏一搏 顺便也想给憨死一点教训 真的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 那些因你而死的性命 因为你这句不知道 就能一笔撇开吗 愿度服输 股市的规矩不是我定的 他们赶进股市来 就应该知道身前轻重 更何况 挑戏事端的是憨死 你不要再狡辩了 我告诉你 你上次的岭南大世界 就已经坑害了一批商家 这次在故事里 你又害了更多的商家 连我都被你烧得体无完肤了 我顾惜你啊 如果你不是帮羊人逼我 又怎么会烧到你 上场如战争 公平而论 这能算我的错吗 也许 你这样做是对的 上场上 有赢家就有输家 也许我 就是一个输家 你就等着看我的下场吧 但愿能让你清醒过来 是 韩子先生 卫廉 这坛烂账 我怎么向华业董事局交代 还有 三十万五千块的账务 你得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董事局打来电报 集察员岳中 就会来广州调查这件事 卫廉 你是主管账务的乡理 你必须给我一个说法 我懂 我懂 出了纰漏 总要有人来扛 而扛罪的 不会是白人 不会的 我记得 韩子先生的话 在花业洋行 白人的地位是高于一切的 必要的时候 连我都可以牺牲 你先是对刑事的误判 在水泥收购上 让公司受到不该有的损失 接着又犯了同样的错误 在股市上 让花业财务受到重创 如果我把这些事 全部上报给董事局 你很可能要吃上官司 卫廉 看在你是公司的元老 我给你下太阶 自动辞职吧 同时也试图你放弃了退休俸禄 你觉得我这样的狠牌 怎么样 另外公司这次在股市的失利 你也要承担所有的损失 我 我 我怎么能承担得起呢 你有洋房不是吗 还有存款 汽车 以及房间里摆放的一切所能 变卖的东西 那什么事 这是我们的血 换钱 这是我们的血 换钱 是 要别人钱啊 把我们的钱还给我们 换钱 换钱 换钱啊 换钱啊 是钱 这是我们的血 换钱啊 把我们的钱还给我们 把我们的血 把我们卖了吧 拿出来 换钱啊 小先生 小先生 你怎么了 那么亲爱的 你和你的宝宝 准备好面对所有人的眼光了吗 我 我还没有想过 东尼 说真的 其实我现在好无助 我爸代弟他知道了 那么你有没有考虑过 为了卑鄙原谅文弘义 已经覆水难受了 如果需要的话 我愿意做你跟他的调解人 董尼 你人真好 我知道 你们中国人有句话 叫做君子成人之媒 在西方也是有君子的 你不给我照顾你的机会 但是总得有人照顾你才行 你的身边不能没有人哪 摔打吐血的老人是谁呀 我想是个蜿蜒羊行大白班 是吗 老先生您说话呢 您哪里不说话 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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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爹地 你怎么了 爹地 爹地 你醒醒啊 你醒醒啊 让他好好休息 等他精神好了 回头到医院 我给他做个彻底的检查 我估计需要很长时间的治疗 谢谢你医生 不客气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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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儿你回来了 没用的爹地倒下了 爹地 阿华爹地不幸烟柱 成了温红叶他野心下的忌品 爹地对不起 傻女儿 温红叶早的孽 没有理由让你替他去扛 其实我跟你一样 对温红叶又是欣赏 又是畏惧 我早就说过 他是个危险的狼崽子 可是我没有常常挡不住 他致命的魅力 不由自处的 与狼共舞了 他在你无怨无悔造就 温红叶的同时 也造就了一个 急功近利 不惜吞食多少划伤 半辈子的心血鸣声 甚至生计和前途的上场猛兽 爹地也是他的实物之一啊 爹地也是他的实物之一啊 是个鬼魅 认识他 是我这一生 最大的错误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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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不要进去 你们干什么 四闯民宅是犯法的 知不知道 戴维斯 芳华 哈斯把花叶洋行的所有债务 都转嫁给了宋先生 他们是代表洋行 来扣押和查封 你们家所有的财产的 我的天哪 我的天哪 冷血无情 汉死真是做绝了 哎 大老闻 你看看 那些记者啊 像吃了你嘴软似的 把你捧成了在爆炸时奋不顾身 英勇救人的大英雄 连市长都夸你见义勇为 瞧 这都是那些见风使舵的老板们 打破了头 争着要跟你吃饭 一张张啊 都是邀请你大驾光临的请帖 这一次 你又成了红遍省城的炸子鸡了 你没听见我说什么呀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我去看余大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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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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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干什么 剃肚 出家 为什么 这个世界太乱 太杂 真的 假的 虚的 实的 我应付不来 任贼作父 害亲阿爸赔了一条腿 害一龙磕丢了性命 这怎么能全怪你呢 性恋 别自责了 你只是一心想救一个人 可惜你去不早的心中的魔鬼 这不怪你 我的心里也曾经住进了魔鬼 我累了 倦了 佛门清静地 才是我真正的容身之处 性恋 啊 Zither Harp 施主告辞了 你叫我施主 中书 我的腿虽然缺了 但是在这庙里 打打杂儿 掃掃地 和女儿轻轻静静地 过完下半辈子 也挺好 这是裁缝殿的钥匙 还给你 是裁编织的钥匙 是裁编织的钥匙 今天的会议就暂时开到这里 宋威廉判断失误 给公司造成重大损失 已经辞职以示负责 代替宋威廉出任 乡里职务的是 Steven Marshall 宋威廉不算是一个真正的商人 捅了大娄子又束手无策 亏他还在洋行重要的乡里宝座上 坐了这么久 马修 你先别急着落井下石 如果你做的也不令我满意 我一样也会把你换下来 是 哈斯先生 鱼王 你升官发财了 这么大的喜事 为什么不请我来祝贺 只是暂时代理相礼 还算不上是真正的升官 那么你给我放假消息 你害我在花野股票上翻了船 大失血 这算是真的吗 啊 亲爱的伊娃 马修又惹你生气了 过去的一切全都是别人啊 今天我才可恶到真实 早就不再相信却还要去经历 宁愿相信美丽谎言 谢谢啦 像我叹咚踏不上去 先问地狱擦不下均 想问地狱擦不下均 宁愿看看 j Séria ure 方 económ 让我觉得好辛苦 幸福 你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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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骗个让我觉得幸福 过去的一切全都是别人的 今天我才可悟到真实 早就不再相信你 却还要去经历 宁愿相信美丽谎言 想我听当怕不上去 想我地狱撞不下去 想我听当怕不上去 想我地狱撞不下去 想我听当怕不上去 你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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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骗的让我觉得好无辜 你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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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骗的让我找到出路 有了出路就有幸福